妈咪呢 妈咪 那你这有哪个 妈咪 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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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看那个 孩子所求的爸爸妈妈 就是这对来自美国的女儿母 她也是和Michelle 为了要收拾这三个台湾孩子 他们是用了很多时间和新链 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文件来回 然后还有这个要盖手印 然后还有医生的证明 然后就是为了要松长这些孩子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夫妻认为家心摆在最高的一个部分 所以有一个正确的信仰 然后互相的信任 对他们的研究非常重要的 她也是和Michelle新的家庭新闻 就是这三个小朋友 小林 小云 和小汉 她的亲生爸爸已经贵心 妈妈也没联络好照顾 只好被冠府协助安地 好过在有美国世界北部教会的帮帮 为三兄妹子找到温暖的家 她跟你们保证 她对三个孩子 会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们的孩子也很兴奋 会变成一个大个作业的大姐姐 他们会尽力的让这三个孩子 知道他们是从台湾来的 然后是他们的家 因为原生家庭不够健康 比说没问安地的个案 那里这位可以作会出用的案例并没有座 这厨这三个孩子 有机会到一个家庭 冠府也为他们感觉欢喜 今天这样的一个出养 其实是过去宜林县第一次有 同时有三个兄妹一起出养的一个记录 因为一般家庭她可能有收养的一个意愿 可是要同时请她一次收养三个 这是蛮高难度的 看到孩子和雄北部的相处 就知道又还有一个美丸幸福的家庭出现了 雄北部的爱 一定可以让三兄妹子快乐生长 与美好的未来 记者 零一零 彩虹报道